今日印度报道称 该电视台已经获得了印度海军拍摄的两艘解放军战舰的独家照片 这两艘战舰分别为一艘两栖船物登陆舰 以及导弹驱逐舰西安舰 这些照片是由印度海军的P-8I海上巡逻机 9月上旬在印度洋上空巡逻时 在舰船进入斯里兰卡海域之前拍摄的 据今日印度新闻电视台16号报道 印度海军对通过印度洋的中国海军核潜艇进行了追踪 此外印度海军还拍摄了在印度水域附近航行的两艘解放军战舰的图像资料 报道称 中国在印度洋地区日益增加的军事存在引发了印度担忧 但印媒并未报道相关细节 只是称解放军舰只 一从马六峡海峡进入印度洋地区 印度海军就直接开始跟踪监视中国军舰 印度海军使用P-8海上巡逻机和其他监视设备 共追踪到了7艘在印度洋地区 及其周边地区活动的中国海军战舰 包括一艘排水量超2.7万吨的两栖战舰 另外六艘军舰分别为中国海军第32和33批护航编队 两支护航编队将在亚丁湾进行任务交接 由第33批护航编队接地第32批护航编队 继续在亚丁湾海域执行反海盗护航任务 近年来由于索马里海盗崛起的原因 各国军舰在联合国授权下名正言顺地通过印度洋 这让印度很生气 所以在打击海盗上印度也不惜下狠手 在一次追捕海盗行动中 印度海军看准一条海盗船就是狂轰滥炸 事后还不忘吹嘘一番 紧接着泰国海军就宣称 本国一艘渔船遭炮弹袭击 14名船员仅一人幸存 且矛头直指印度海军 面对这样的窘惊 印度自然是死不承认 面对印度这样耍流氓 泰国也是毫无办法 最后也只能不了了之 在面对真海盗时 印度又是另一番表现 2017年4月亚丁湾一艘商船发出求救信号 印度派出直升机前往驱逐 结果对于亚坝和上层建筑的空中侦察 既没看到海盗也未发现小艇 于是就觉得海盗被自己吓跑了 然后天一亮 印度就发布了一则通稿 向世界炫耀 但真实情况是 印度直升机飞来之后 看船的两个海盗见识不妙 卖了队友就跑 而货船上还有三名海盗 随后中国护航舰队赶到 蛟龙特种部队激将货轮 逐一搜索舱室并与海盗展开激战 最终成功解救被绑甲船员 我们找到了此次随军摄影师 所拍摄的现场画面 由于皮肤有限 我们把这段珍贵的实战视频 放到了微信公众号上 微信搜索刚与军事 回复海盗 带你见识一下 中国特种部队与海盗 真实的交战场面 开读鲜明解析世界军情要文 奇葩搞笑 笑谈各路战地奇遇 欢迎观众的微信公众号 刚与军事 深度有趣的军事内容 只为您呈现